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微信上讲的 我觉得最可乐的就是说 世界上只有王立军实现了自我 完成了一场不顾一切的爱情 不顾顺的爱情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还有一个更多 还有一个那个安天套的广告词看了吗 怎么不知道 安天套广告词你都没看 就是最近几周以来的新闻点评 开头光大的那个股票不是弄了一下吗 那一周的就叫光大是不行的 然后到下一周伯也是会出事的 伯迟早是要出事的 最绝的是什么 然后现在还有加了一个叫蛮干也是不行的 怎么叫蛮干也是不行 蛮子 那跟我记忆不同 我记忆不同 我说的是最绝的就是说 伯为什么要出事呢 伯不怕 怕的是鼓开来 我看到的一个段子 有点黄着 他说这个 只知道 过去只知道 好好学习 括号领导讲话 现在才知道天天想上领导的爱人 天天想上 我太绝了 所以你要这么说 还是这个 你说的这个蛮子 这个何蛮子 他还是比较现实的 没有号高 薛蛮子 何蛮子 是别人 另外一个人 一个老评论家 是吗 我的蚕子 这也是老 这是老师 他要蚕子你不放 何蛮子要蚕到你的话 你苦了 这个事实跟你有关系的 看来造谣都不光是在网上 你知道吗 我看到这个帖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帖子 人家这个照片是你的照片 你不要紧张 是为什么 就关于这个薛蛮子被抓的事情 那个帖子上面是你的照片 是为什么呢 人家引述说 枪枪三人行 曾经说过 马丁路德金也嫖娼 但是美国媒体都拒绝刊登 人家是登的这个 所以帖子过来 那是文道所 那是文道所 今天枪枪三人行 真的给他们看一看 马丁路德金 是不是 这是 这是咱们一句拿来的 他是多少周年了 是50周年 他讲话是50周年 我觉得怎么会才50年 这么大变吗 对对对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就是嫖娼嘛 他特别爱嫖娼 他特别爱嫖娼 造谣 真的 你这个造谣 他是真的 但是他 I have a dream 这个Dream不是指那个事情 你怎么觉得 Dream这个字眼 这个话题 确实是一个妇女给他 不过是一个老年妇女 有什么别的关系 然后对 很有意思 就是说我现在看 人家整个纪念他 整本书都在讲他 把他称为叫 我们国家的道德领导人 Moral leader 没有人说他 嫖娼嫖娼的事情 或者怎么样 他真有吗 还是有人给他抹黑 有的 有的 据说是有的 这个人性欲很强 要不说事业成功的 要不然怎么有梦呢 或者是苦闷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觉得 人家把这个私德和功德 分得特别清楚 我们尊敬的是 他作为一个 就是反 反这个 反种族歧视 对吧 要有爱 这个非暴力 这是属于功德的这个部分 至于你说 他的私德好不好 对吧 嫖娼嫖娼 给不给钱 所以 作为一个女同胞 人家能够有这样的 对我们有这样的认识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感激 就是 不是我感激什么 我不是替他 我不是替 新工作者是有男有女的 你不要这样说 你更牛 你这就歧视了 我不是替他说话 我就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就我觉得 我们这个老大国家 历史这么久 的确造成一个 很扭曲的一个状况 你看啊 就是一个在道德上 乃至于在法律上 目前还把卖淫嫖娼 当作是丑事的一个国家 实际上的卖淫嫖娼行为 遍地都是 对 而实际上的卖淫嫖娼行为 全世界的这个发生率是最高的 对 那实际上发生率 输出的也很多 对 实际上遍地都是的这么一个地区呢 逮着一个人 又会成为大家口诛笔伐的 好像是什么稀罕事 你说这个多么扭曲了 好久一回 我记得就你经常说叫见光死 但我觉得现在其实更缺切地讲 叫见光臭 一个人只要是出名 大家很多就把他的坏事丑事 就让你在道义上 要丢脸的事情都犯出来 你就变臭 臭一个人比要比 好像比叫他死更厉害 但是以前这个是臭 但这次好像不怎么样 这次好像还有网上还有很多人帮他说话 你们还甚至提到马丁路德金 我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 很可笑 这个不能连在一起 对不对 虽然我们不觉得薛是怎么做的对 或者怎么 但是他也 你就跟马丁路德金 别说他了 更多的现在出来 把说什么陈独秀也嫖娼 陈独秀那个 改变历史 是真的 陈独秀当时主要是嫖娼不是问题 但是嫖娼在这个 这个那个姚子那打起来 骂起来 好像还是跟学生抢 然后闹出个事件 那个时候北大就说 你是不是就别当这 他叫他那时候 文学院长 文学院长 然后呢 胡适他们就求情 说这个不至于 你想想可见当年 但是我就是说 为什么咱们在网上看到 就是把罪人 忽然就变成了圣人呢 就把他 把他高到 就我不管他有没有嫖娼 或者怎么样 就说这个事情里面 怎么忽然把他就跟 这个这个马丁路德金 跟陈独秀 还有人呼吁 嫖娼要合法化等等 就一片同情 是什么样的力量 经常把罪人变成圣人 像以前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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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吴鸿飞 说炸什么 这种事情 就是在外国 他也是要定罪的 但你出来 大家一片是同情 为什么 当大家觉得 你可能这件事情 是不公平 而且每一个人会觉得 这种不公平 也许会降临到 他身上的时候 你这种做法 反而是推动了一个罪人 变成圣人 他这个分析 我跟你说 某种程度上 有些时候 这种事 有的时候弄得我 这么孤陋寡闻的人 我本来对薛满子 其实我从来没看过 他的微博 但是他要不这么弄一下 我还认真看了看 看了看 我发现其实这个人 还是个挺好玩的人 那个老头 白头和老头 你知道吗 就是 高干 干部子弟 他爸当年 做过北京市的秘书长 而且他是什么呢 在美国混了一圈 发了大财了 就是说房子特别大 在网上 对 住的是 曼哈顿住的房子 也相当大 说是叫天使投资人 他就是干这个投资的 但是呢 现在很多人就是说 他干了很多好事 这个就是不在话下 完全 他嫖娼是嫖娼嘛 干好事是干好事嘛 对吧 但是 我是说啊 有些事 包括他今天的事 你有时候看看 他自己说过的话 你就觉得 好像自己把自己 说中了 所以我听过一个 诺贝尔奖女作家 讲过一句话呀 我从那之后 我就学会了 他说你不要批评人 有一种很神秘的轮回 就是你批评人 没多久啊 就是在批评你自己 就硬在你身上 我作为搞言论工作的 我觉得这话说的相当的 对 他有心理学依据 特征 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事情 你看不惯 但什么事情 你是最不能忍受的呢 其实这个很可能 你自己暗暗的会有 你看我做这个 像咱们这个节目 做15年啊 我真的 我跟你讲 多次遇到过 就是我现在为什么感觉 我不敢论 像耶稣说的 不要论断人 我不敢随便论断人 就是你批评了很多事 我每次论断了 对事不对人 可是可以吧 对事而不对人 因为你做这个工作 你做言论 你怎么可能你不批判呢 你不批判你是一个懦夫吗 你当然要说话 但是 有时候不一定 有时候不一定是批判 有时候你可以解释 就是我们更有兴趣的是 不见得是评判他 是对是错 但是也许 我们可以试图解释他 文涛的意思就是说 尽量不要做那种道德义分状 对 跟在大家后面 你看你看看他自己 就是他们这天说 这个蛮子的老哥 你看他的微博上 开的这个玩笑 结果呢 映在自己身上 这个是他发明的 不是他发明 他转发的 然后很多人 他以转发去多 照顾我也转发过这条 徐老师快了 我转发是傅小田的 傅小田的这一条 我觉得他写的挺不错 都快了 你看下面 这个他自己在他的这个网上写的 你看啊 所有就像义军刚才说的嘛 所有崇高的人 所有高大的形象 稍微有点事 马上就变成臭狗屎 而大家都不奇怪 一个昨天非常聪明的人 到明天是臭狗屎 几分钟之间 这个事情就就成立了 然后说 他是指今天中国的公众啊 对于人的缺点品质的期望值 已经降到极低了 当官的以前说 贪了几千万 现在贪了十个亿 八个亿 公开宣判 说这个人情浮尽百 这些都不奇怪了 你再看下边 哎 讲他自己 有缺点是很幸福的事情 没有缺点是痛苦的 人不完美的时刻 是很舒服的啊 他就讲曾国藩 为什么曾国藩 他就觉得曾国藩呢 较劲 说曾国藩一点天性萌发的东西都没有 天天这个五日三行五身呢 就憋着自个儿 憋出了牛皮选 曾国藩好像是有牛皮选 而且我诊断曾国藩呢 绝对是忧郁症 我觉得我最好的是做自己 这个薛满子说 你再看下边 这个我的缺点 我认为是极端的率性 自由散漫和不守规矩 而且我的缺点就是 全部承认坚决不改 这话在里边可不能这么说 是吗 其实我也得给你要叫一个招 就你刚才说 这个耶稣说了 我们不能去评判其他人 他不批判人 不是也给钉在 钉在十字架上了吗 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承担这个后果 你批判不批判或者怎么样 我想还是有一种 就是正义非正义 或者怎么样 对事情 我们对一些事物的看法 还是要坦率的 要讲出来吧 他这样讲 就他是讲出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看哈哈笑 觉得你看都说中了吧 但是他觉得说 我可以承担这个东西 又那又怎么样 他说我坚决不改吗 不是 当然我这话 又把它承认化了 我去 不是你害了他了 万一派出所就看见你 这段话 现在而且据说是 好像说粉丝 在150万以上的人 定罪会比其他人要多 不会吧 就是说以影响力 但这个我是在网上看到 这个谣言 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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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他这个涉及到的事 正好用来说明一个什么 所谓的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是什么意思 自人格 我不是夸我自个 但我觉得我在很早的时候 就在做一个工作 就是像当年谁说的 尼采 还是谁说的 就是说 你要把你以前 这个社会 包括成年人 交给你的种种道德规条 一件一件事情 都自己审查过 对吧 这比如说 很多这个事 到底是不是 比如说人一定要结婚 或者说婚礼 对吧 很多人就呼伦吞枣 没有想过 就顺着就下去了 但是也有一些人 他愿意想个为什么 所以你永远处于青春期 永远在叛逆 没有叛逆 有的时候就从了 但是也是想过 比方说 我首先我在语文上 我达到了 我觉得我修炼到这么一个程度 比如说 你们说一个人嫖娼 或者说一个人 怎么这个搞婚外情 或者说一个人什么 很多人一听 哇 这是很丑啊 我没有了 我现在你说谁 去嫖娼 或者他找了一个情人 反映在我脑子里是真的 反映在我脑子里的感觉 是中性的 这是一个就是 他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不会有任何褒贬 就是你比如说他犯法 那该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这是法律的问题 对法律的问题 他从道德上来讲 对 他就是金钱跟性的一个交易关系 那么这个交易关系 以时间算的 以小时算的 就叫嫖娼 以几个月算的 叫包 对不对 两三年 一辈子算的 叫婚姻 你看徐老师 比我改造的更确定 那就像你到一个地方住 你住旅馆是一天的 你租一个房子是一年两年的 你买一个房子 那是像婚姻一样 这个性质是一样的 但是人类的道德 你必须承认 我们都喜欢买房子 我们不愿意老住在旅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希望有婚姻 这个也是 也是一个美好的追求 我再替这个蛮子 再你补充一下 我们喜欢买房子 但我们总是在买了房子之后 又经常去住酒店 没有你改造的那么好 当我听到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的第一反应会 其实有时候跟大部分人一样 会较好 或者是觉得不可能 或者怎么样 会很主观的东西 但是我自己有时候 会打一个问号 我会想说 为什么呢 我觉得每一个人 做每一件事情 它似乎都是有原因的 我会更在意说 这个原因是什么 这个 我就觉得 这还是跟我们对于 性这件事 其实不光是中国人 不光是中国人 我觉得我给你看一个照片 你会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这个导演 给我们看 记得这个人吗 这是英国电影明星 格兰特 你看 他一个人 意气风发的时候 可以是这样一个 自信的神态 但是你看 同一个人 他在另一种境况下 你再看下边 这是当年 他在美国 批判 关键就是 我们刚才讲的旅馆 他连旅馆都不开 他在车子里搞定 后来 后来很多人都问他们 因为他在好莱坞 Hollywood 波罗瓦 被警察抓 他在公共场合 等于在车子里边 做这个事情 所以就抓进去 但我想问 那又怎么样 他现在还是在拍戏吧 对 没关系 美国很多女的 很多女的追上去说 Why me 找我 对 你干什么 在他们眼里 那是我黄小明 找我 找了就传绯闻 跟那个就 干干净净的交易 不是 我认为 他就旅馆飞省 这个真是不想 抠门 你觉得 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这个人的两种状态 我的感觉是什么 这个就是有些事 这个世界上很有意思 就是你看 有的时候 丑事 我们一听 比如说 嫖娼 这是丑事 还有很多事 你仔细想一想 你觉得是丑事 可是你要是理性的 认真 再想一想 又觉得 其实 没有什么了不起 又是一个 跟语言文字 很正常的事 比方说你现在人 不在 另外一个国家 你比方说不在法国了 你在荷兰了 那个是合法的 那这个字就变成性交易 你看 那个就是变成一个中心的 在德国 这是合法的 对不对 对呀 跟字有关系 这个上下文也很重要 我记得有个电影 不知道 你们还记得吗 叫 叫窃听者吗 对 就那个人一直在偷听人家 德国 对对对 就是讲那个纳粹 那时候去窃听人家 然后郁闷找了一个新工作者 他是先看到 觉得就是那两个人的感情就很好 他每天是观察他们这个 是夫妻两个人 这个感情很好 他被这种美好的情感打动了 他觉得自己很孤独 然后他找了一个妓女 那这个情况下 你不会 好像那定音力 你不会觉得他应该受到谴责 你不会觉得他很肮脏 就是你看啊 咱这么说 就是所有的人啊 其实都非常的可笑 为什么很可笑呢 我就觉得啊 比方说啊 我认为这种事 这个比如说在我脑子里 没有什么可以笑话或者歧视 甚至应该当心你自己的一个一个依据 依据一个基本的事实 就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 假如你都对着自己的良心 把你这辈子在性方面 你认为不堪的这个事情写出来 我跟你说 我觉得可能没有一个人的情节 会比那个爆出来的更 更不刺激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来了 就是某些人之所以被你注意 只是因为他不好踩嘛 他运气不好 他刚好被拍到了 被抓到了 不是不是不是 被爆出来 不是不是不好踩 是因为他要承担一些公共的责任 那个那个最近一个联系剧的 叫什么纸牌屋 他里边有一个情节 这有一个人要去run这个竞争州长 那他队伍当中就来一个老头 因为他是政治人物不一样 就要他讲他过去所有的事情 把他憋着 他讲完以后 目的是告诉他什么什么可以隐瞒 什么什么事情要说 对对 对不对 但是你必须让我们全知道 我们才可以帮你做这个事情 就是说 免得别人攻击你 免得别人到时候 你要隐瞒的话 所以这说到底是一种术 但是我想提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广告之后再提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义军还是广告的时候说的好 说是去社区扑贫 不是有人说 他说他有这么多钱 为什么非要去社区呢 说还就是如果交易很明确的话 说他在扑贫 不然一样换了一个头 不是我就我想提一个问题 就是说公众人物有没有这个义务 要承担道德上面的这个责任 那我觉得有 但是只是公德的部分 而非私德的部分 你如果是一个政治人物 其实所谓的性丑闻 大家不是纠缠说你跟谁睡了觉 而是说 对 我插你一句 你撒谎 我插你一句 我也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 比如说属于私德的部分 那么 其实 如果说他醉酒驾驶 这薛满子醉酒驾驶给抓了 和薛满子这个嫖娼被抓了 这两件事 醉酒驾驶还关半年呢 是吧 那这两件事 这两件事 是不是大家为什么就觉得 醉酒驾驶这件事 似乎稍好一点 上不了央视新闻 因为咱们的观念里面 是不是还是对这个道德 特别是性上面的要求 特别的 对了 还是在性上面有问题 对 就是我觉得 比较农村化的一种舆论环境 就是有个破鞋 然后村庄里很多人 对 有种这个感觉 都来吐口水 对对对 那些吐得最起劲的 就自己也犯事的 但是他一定得吐一下来证明 他是一个贤其良母 你不觉得我们有时候像是 那个塔利班一样 把人家两个人抓那里 就丢石头 把人家给丢死 其实我们没有 当然一般来说 你公众人物 尤其是你有公权力 比方说我们上次讲过 有法官这样的 那么大家对你的道德要求高 那是这样 但是问题是 这位姓歇的商人 他的公权力 主要是他的微博粉丝 对他不是官员 对吧 他也但是有 但是就现在 这不是最近这个中央开会 不是中央 我不知道他哪开会 这个比如说 你要上百万的这个大V 算不算有一些公权力 我觉得没有公权力 有影响力 哪有公权力 那你有用 为这个影响力 做一个道德上的一个清道 不是清道夫了 清教徒 我觉得是相反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